好,你可以看到我 好,現在我們要開始錄這個課了 好,我們第一回請Kelly,抱歉了,就是在整個字 好,請Kelly來讀這個第一個,當作複習 好, Creating - . acillin 我們 NOW一邊宣布 Production of Penicillin, Resistant Bacteria Began to Appear. Now, Once Vulnerable Bacteria Have Evolved Resistance. 你再念一次,那個Bacteria,Bacteria。 老師沒有聽到那個C的聲音,Bacteria. Now, Once Vulnerable Bacteria Have Evolved Resistance. And Many of the Antibiotic Drugs Are Losing Their Effectiveness. Some Strings of Tuberculose, Tuberculosis, For Example, Are Now Resistant to All Available Antibiotics. Tru is Unfortunate. Unfortunately, Tuberculosis is not the only existing microorganisms on the public health horizon. The reason these drugs are... 等一下,那個Health,第二個音節,Ride,它是高音. Ha,Ha,Ha,Right,Right? On the public health horizon. The reason these drugs are losing their power is that they are being overused. Bacteria become resistant to Antibiotics through overexposure to GAN. Strong strength of the bacteria survive the exposure and pass on that resistant chai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they also pass the chain across to other bacteria that are unrelated. Some of which cause human disease. Eventually, the antibiotic wipes out all the weak bacteria. and only resisting bacteria in the next generation. Then the drug is no longer effective. 好,就是這個要鼓勵要那個要多練習一下,就是要多練一下畫,因為就是當你你的學習狀況是可以透過你在畫的時候可以有很多改善,包括像做筆記。 你做很多事情都是會對你的學習有一定的影響力。 我昨天請掃地機器人,今天早上請掃地機器人,所以我必須要盡量掃,所以就有一些清潔的問題。 好,如果是這樣的話,第一個,resistant,它的自根的結構是sist,所以我們有insist,心裡面一直在sist,就是在長香左右,sister是不是跟你長香左右,所以insist是內心一直在心裡面的,叫做堅持,對不對? 那如果是consist,所以有insist,有consist。 老師,就是除了教單字,其實這個其實很簡單的技巧,這個每個補習班的老師都會。 所以我通常就是會再跟你講說,這個東西是你要練習的習慣。 然後有persist,我們學過了。 然後還有assist,assist。 這個是我在,a就是我對你做一件事情,然後一直在旁邊,叫做協助。 所以在旁邊做事情,叫做協助。assistant 叫做助理。insist 是心裡面一直在旁邊,就是在心裡的一直旁邊,就是牽掛或堅持。 然後consist 就是一致,大家都是一直都在這個周圍,就是大家一直保持一致。 就是consist 叫做一致,保持一致。 那persist 是從頭到尾,perl 是every 的意思,可是我們比較傾向於perl 是指each。 所以persist 叫做持續,就是你每一個人都一直在旁邊,就是指這個件事情一直持續著。 你每一件事情都一直在做,叫persist。 好,可是這可以應用在很多的字的上面。 那他們的字尾都有ant、ance、ing的樣子用法。 那現在就是文法了,如果字尾的變化就是在文法部分的需要。 所以老師問你的每個問題,就是其實就是會作為我在教學上如何能夠對你做最大幫助的需求。 因為我要確定我一下,我在講話是不是他有聽到。 哦,好,有,聽到。 希望能夠對得起這個請教同學。 本來就是要錄影沒問題,可是如果錄影再加上直播,就是他會搶資源,而且Google很厲害。 他不知道怎麼寫的,這樣可能可以把所有資源都搶過去。 好,就是在。 那,就是這個resist,他這裡,我用這個resist to,就是他們會對。 所以你要對這個to要有非常的敏感。 他在考克肉字內在寫作的時候,你要去想他為什麼是to,而不是背,沒有辦法背。 對,就是antibiotics呢,它是會去。 所以我們要不要再講,什麼叫抗生素? 抗生素的,其實你打進去的抗生素呢,這種東西呢,是它黴菌的一個裡面的成分。 它是有點類似於像病毒。 抗生素有點像類似病毒。 它就像是一顆一顆的藥匙。 那這個藥匙呢,它抗生素其實對人體比較不害,因為它那個藥匙呢,打不開人類的細胞。 但是它可以打開細菌的細胞。 然後它細胞膜,那細胞膜,其實細菌的細胞進去我們身體之後,它就搶奪我們的資源。 然後呢,不斷要複製。 那個抗生素的基本機制就是它的藥匙,關注了它細胞膜分裂的機制。 以至於細胞膜沒有辦法分裂,但是裡面的DNA,RNA,不斷在吸收的營養,在複製。 那到最後呢,抗生素,有抗生素對抗細菌的效果,就是細菌進行爆炸。 你們如果知道這個抗生素的過程,那個網路照數都有,你找得到,你就會看得清楚了。 就不是我瞎編了,我已經很久沒有讀自然。 所以,那個是很容易理解的概念。 但是問題就是說,你的抗生素它必須,就是細菌呢,它本身會自動去變化。 因為它就是它的敵人,所以當你沒有把它全殺光。 所以抗生素的服用方法就是低健之警,就是一定要持續至少三週。 一般來說,三週是一般身體會殺光所有細菌,因為三週才能夠把這些抗生素的藥啊。 因為抗生素會不斷的,你身體會排掉抗生素。 然後它會跑到全世界各處,甚至穿越腦膜。 因為它只是一根鑰匙,所以它會很詳細,穿越腦膜。 然後呢,它把所有可能會被,所有它遇到的那種細菌,就是那種它可以關掉它, 就是被殺死的細菌呢,都殺掉,你才能算是叫康復。 你只要扶少一點點時間,也就是只要有一點點的細菌留下來, 那麼那個細菌呢,它就會繼續繁衍,它就會產生抗藥性。 所謂抗藥性就是,它自己外面的西方膜的藥石孔呢,它會變形。 本來細菌在繁衍的過程就是會變異嘛。 它會變形之後,它會產生一些可以讓那個藥石差不進去了。 那時候,那個抗生素那一代就算是結束,就完蛋了,就是沒有用了。 那沒有用了,醫生其實已經早就在三、四十年前就發現這種事情, 所以醫藥界就趕快發明第二個抗生素。 它就是從各種黴菌,因為我們一般的黴菌是從青黴菌,就是橘子的黴菌體。 它也可以從各個黴菌體去找不同的效果, 它就對各種細菌才很好,所以它就發明第二代。 那第二代呢,我們有一、二、三、四代。 第四代其實是殺菌力更窄,但是更直接跟對某些。 它是因為對某些細菌沒效,它才會發明在第二代、第三、四代。 但是如果你每一次都是給它,因為醫生的濫用。 醫生其實很容易濫用,醫生也有懶惰醫生,也有很壞的醫生。 不是醫生就是好人,請各位同學要知道,有懶的也有壞的。 所以各位同學都不要把他講說,人都有好跟壞。 人都有自私的時候。 所以這個,resistant true。 所以各位同學,因為antibiotics呢,就是說它會靠近它, 你要把它隔開它的目標。 你不要讓細菌跑到抗生素那裡。 所以細菌它本身發展一些能力,來去抵抗這些抗生素。 所以目前為止是四代。 如果你第四代都治療不好,那這個人應該是沒救了。 沒有救了,因為什麼?你的身體細菌已經無敵了。 所以醫生都是從第一代廣效性。第一代一定叫廣效性。 但是問題是什麼?看你得的是有沒有廣效,就是那種細菌有的特效性。 你得的那個細菌呢,你被感染的細菌是有抵抗力的。 那你糾纏了。 因為現在已經發現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病人, 住在醫院裡面的病人。 因為醫院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雜染空間,所以醫院裡面到處充滿細菌。 所以那種細菌已經繁衍出,不知道超幾代,只是說你有沒有被感染。 如果你對感染,你連第四代就治不了。 所以更不用講醫療。 醫療是很廣泛的,但是它很多的看耀性的細菌已經存在, 而特別是在醫院裡面。 所以醫院是我們通常不希望去的地方。 等到你用到第四代,換句話說,也就是說一定是廣效性沒用了。 醫生說一定是從第一代開始拍,第二代、第三代。 那它的殺的細菌是越來越長,你要這個問號。 再來就是,如果你已經暴露,所以說Strong Strain,所以我們叫病毒株。 我們就講現在病毒株叫Strain, 因為細菌也是一條一條一串一串連接在, 它們某種方式連結在,它們叫群,聚落群。 聚落群叫Cluster。 所以C-L-U-S-C-E-R,叫做聚落群。 它們都是同種細菌會聚落, 就像是說會互相地擺鼻子,聚落群。 我們叫聚落。 那這個是因為, 因為我們在實驗室培養的細菌, 它們都是一起生長在一起, 因為可以彼此保護, 就像是你看野生的羊羊, 它們都是群聚的, 所以叫Cluster。 所以Bacterial Cluster, 它們都是聚落這樣住在一起, 所以你看培養群, 它們都是一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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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一群一群通常是什麼? 它們的個性相同的。 所以醫生人就會根據它們的聚落群, 去施以不同的藥物, 來去看看它們是不是有發展出抗藥性。 那這個Strong Strain, 強的病毒株, 這個Strain就是一連串, 就是群聚的意思。 這個病毒株就是指它們細菌連串在一起的Strain, 所以Strain通常就是有緊繃連串在一起的細菌呢。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第三個就是Survive, 能夠存活過暴露在抗藥性。 然後能夠暴露在, 細菌暴露在抗生素, 因為抗生素在你血液裡面不斷循環, 它就是在血液裡面。 其實細菌是可以在你的器官各個組織, 就是所謂的, 那細菌就是我們的血液就會把這些抗生素帶到全身的每個細胞裡面去。 想想看, 然後再來就是Pass On就很重要, Pass On叫做就會遺傳下去, Pass On叫傳下去, I pass my personal trait, 這個叫做個人特質, 所以這個叫做特質, 特徵特質, 這個特別在講個性, 所以I pass on my personality, 性格特質, 所以Personality, Personality, Personal, Personal, Personal就是個人的, 就是我自己一個人的, 加Ity, Personality, 就是我的性格, 這個字叫性格, 所以我一個人的性格的特性, 我們叫Personality trait, 好, 我之所以能夠把這個講清楚, 是因為我在大二的時候, 我很認真的修了很多課, 我到醫學系, 一個文學系的學生去念經濟系的課, 而且是修正經濟系的課, 所以我去修的課, 我通常很少拿得到85分以上, 拿不到, 我自己的課, 我都可以拿到90分, 因為什麼, 奉承一下老師就行了, 可是去到人家的課, 那個老師也不認識你, 你去修本系學生的課, 這很難, 我通常都只有拿到, 譬如說從67到73, 這是最常常拿到的, 拿到75以上, 那個老師一定給你非常好的力量, 你的基礎不夠, 可是你去修人家正系的課, 那個本系的, 對不對, 那個本系學生有時候都拿不到, 不幾可能, 所以, 我絕對不會去修那個什麼BCDC, 那個浪費錢, 那個叫通識課程, 所以, 錢要花在當花的地方, 所以這個become resistant to antibiotics, 然後透過, through是介系詞, 透過過, 因為過度的曝露在exposure to them, 因為你曝露在這個抗充數裡面, 抗充數就會鎖住你, 然後你不斷地複製, 結果你就是會爆炸, 就是細菌是這樣, 抗充數殺死細菌是這樣的過程, 那強烈的, 很強, 就是它抵抗力很強, 它暴露的沒錯, 可是呢, 它能夠抗拒, 什麼叫抗拒? 當你的抗生素的, 在學藝的含量不稀少, 就是你忘了吃藥, 當你忘了吃藥, 超過了一次, 兩次, 你的學藝流量少, 它就能夠得熬過去, 因為細菌齁, 你如果, 你要知道, 細菌每, 平均每不到12個小時, 它就可以分裂一次, 還有更強的細菌, 所以今天你忘記吃藥, 那個細菌它暴露夠久了, 它 survive, 它就是能夠分裂了, 那它的子孫就強了喔, 對不對? 因為它會把這個遺傳物質傳遞, 所以遺傳物質的, 遺傳物質的傳遞就是, I pass my personality trait, 這些完全都是心理學跟醫學上面的專有名詞, 你去大學就是讀這些, 每個字都認識, 但是合起來叫做專有名詞, That resistance to, 就是它會抵抗的這些特質, 因為這個, 那這個特質呢, 我們在這裡又學到的叫Property, P-R-O-P-E-R-T-Y, 你的財產就是你的能量、能力, 所以它的trade又可以用Property來期待, 就是這個這些字, 這些呢, Property是什麼? 是財產喔, Your property, 但Property是你可以掌控, 所以這Proper是支撐你, 一個人財產就支撐他生活的方式, Property, 不難, Proper來的, 所以我們如果學Proper叫適當, 你是很難學的, 你要知道要從Proper支撐開始, 那to next generation, 下一代, 你在念的時候, 也歡迎你, 一定要去這樣子提拼, 你一定要讓我聽得越清楚, 我越可以幫你, 我昨天用了一, 我為了幫助我的學生, 去考音節的口試, 我都要開發各種問題, 我就找到一個禮拜前, 我就找到一個, 用AI, 他現在都用AI來做, 就是他可以跟你對話, 那你就可以跟他對話, 那在對話之前, 他怕這個效果, 他聽不懂你話, 所以他就要跟你設定, 你講的Ping的音呢, 必須是, 他可以聽得懂, 所以你看, 通常這個是, 譬如說, 9月的時候,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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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ist, assist, 我一定會教你們 assist, 這個叫拼音法, 但是, 因為我那個AI軟體, 它是美國製的, 所以他就會堅持assist, 所以我每次如果唸assist, 他就會給我93, 92, 如果我唸assist, 他就會給我98, 99, 但是80分就可以了, 他一樣會患乎, 只是他的分數就寫93, 98, 他就差距5分, 所以你要知道, 這是我因為經過這些, 可是我必須要, 我對學生的教育應該是, 我要譬如說, 我要兼顧你的發音, 所以我告訴你說, 你把它弱到, 夠弱的音, 就會跟美式的音一樣, 好, 所以, assist, assist, 就差別在一點點, 但是你在歐洲去, 他們一定會唸assist, 保證, 包括很多美國人都是唸assist, 但是很多同學, 這個I就會唸2, 就完全不對了, 好, 再來就是, unrelated的, 不相關的, some, 第四個, which, 這個很多同學, 這個which就是, 這兩個就是句子, 可是他卻沒連接詞, which就是連接詞, which就是代表這些, 叫做bacteria, 有一些, some, 它是, some of which, 有一些細菌就會引起人類疾病, cause human disease, 這個字, human可以當形容詞, 但是這個疾病的特徵是, 它對人類會產生, 更不會對其他的動物, 所以有animal disease, human disease, eventually, the antibiotic, 第五個, 就會wipe out, 殺光, wipe out就是擦掉, wipe out all the week, 所以這個結果就是, 這些抗就是會把虛弱的, 然後但是它會製造出很強的, 而且有抗病, 對抗它的remain, 就是仍然存在, 藥物呢, 就不再有效了, 所以我們才會有發展到, 所以你每次聽到什麼, 第十代, 第四代, 第五代, 其實那個是告訴你什麼, 被濫用的結果, 絕對不是因為它更強, 第五代沒有比第一代更強, 是因為有抗藥性它才會發展出, 好, 那第二個更難, 第二個更難, 所以, 因為這個部分呢, 它是有涉及到, 就是這是一個電視集, 我們的很多閱讀內, 都會把過去一些很重要的, 因為它影響的很重要, 因為這個, 所以現在的美國, 現在美國也是一樣, 那日本跟中國大陸一樣, 他們就很喜歡拍這種, 所謂的警察辦案片, 這就是藍商, 藍商就是指它就開始, 就是它等於說是, 由於它開始, 始終都被模仿, 但從來沒有被超越, 因為CSI現在還在演, 已經演了二十幾年, 還在演, 那我們以前在學那個CSI, 是看電視, 因為它就是, 電視公司會把那個CSI, 因為當時沒有網路, 所以都是把那個轉播, 但是它都晚一季, 為什麼? 因為你晚了一季的話, 那個錢比較便宜, 因為電視公司跟電視公司買, 那我們就是會看, 那以前的話, 這是中文翻譯, 我們是看中文練聽力, 這個都是學習的效果, 所以我就會跟人家說, 你如果真的是要訓練你的英文, 其實你要讓你自己常去接觸它, 通常用口說去訓練你的嘴巴的流利度, 你有一天需要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這每一個小事情, 都會對你的未來有小小的幫助, 你就不會去正那時候, 措手不及, 然後呢, 叫父母親, 父母親也沒有辦法幫你, 因為父母親現在都只能用錢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一段我們是預計, 是要給Sona唸, 然後給, 欸, 是給, 你是要寫, 我是要給誰唸, 要給你畫嗎? 我剛剛是講, 這是第二個, 你說第二個你唸過嗎? 你唸過, 它是你唸過, 所以那是給你唸, 好, 那, 要給, 不然就是再去你再畫一次, 加油啦, 就是鼓勵你, 要不然的話, 那個, 等到我們開始正式用這個, 有書學的教材, 恐怕你會覺得你會寫得更不熟悉, 就是要努力畫, 努力畫, 那很發現這個寫得這麼難看, 就, 其實我發現你們都會寫得比我好看, 努力再畫一下, 好, 我們請那個, Sona來讀CSI, 是不是這樣? 好, CSI, Prime C Investig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V programs in North America, known for featuring unusual camera angles and rectifier editing techniques, along with somewhat gruesome depiction of graphic bodily harm and internal organ damage, The TV series involves plenty of high tech gadgets and detailed technical discussion which would normally be out of the reach of a lay person. However, it is presented in a way that is comprehensible to an average viewer. This not only helps to educate people about the collection and importance of forensic evidence, but also helps maintain the show's appeal to a wide audience. If you are one of the show's faithful fans, head over to a special exhibition, CSID Experience, where you can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life of a crime scene investigator for one day to work on some mysterious criminal cases. After that, see how you find these measures against those of a real CSI. Perhaps you will find yourself a promising investigator.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I hope you can help you get this part of the help. So, P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called CSI. You will know that you will know that many of the chapters are written in the book, in the book, it will be written in the book. And here,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is解釈. T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Just as a common phrase. It is a bit more than the word. And if you will know that many of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the book. If you use a sign to be written by a word and you can read the word long. It will read down to the verb. It will be bone in the book twice. it will be more詳細. And if you have written in the book, it will be a simple language. It is a literal language. It is a... It is a... It is a... So, it is a clear language. It is a common phrase. This one is clear in the book. It is the meaning of the best. It is very well known for. 他现在应该还有 CSI 还有 他已经延到第十几季了 表示说这十几年来真的是观众群不少 然后他在讲说 因为这个 所以他现在就是有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叫 CSI The Experience 他在讲这个展览 他说你可以 special head over 是你可以GG的 当你会画 表示说你认得 你去认得他是一个 你会画 表示说你想要知道 这个是不是一个 特殊的 没有错 head over 就是你 那其实这个字不是head over 老师再解释 应该是head to 或head for 通常是两个 那head to 跟head for to 一定是跟目的地 for 一定是原因 虽然这两个其实很接近 但是还是稍微可以区分出来 因为 let's head for it 我们就为了这件事情出发吧 head to 呢 to 就是一定要目的地 我们要去就要前往 那 over 加上去就是指距离 就是我们要大遥远的 所以说他的忠实的 face for 所以你要学忠实的 我们有一种叫 ro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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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忠诚的 忠诚都是下对上的关系 那如果face for 就比较不会 I am your faithful friend 所以你如果写一方信 你在信尾的时候 我们会有几个 像我如果是给同辈的 我用 best wishes 我所有的最好的祝福 然后如果你是写一个正式的 就是你对一个正式的 你用 sincerely sincerely yours 我是很诚恳的 sincerely yours 很诚恳的要作为你的朋友所写的信 这是个正式的 sincere 然后 best regards sincerely yours 像这些都是信里面 然后 best wishes 我们就不多说了 然后再就是像是 best regards 这个部分也是常常被人拿来做行为的 这是我最好的问候 regard 就是问候 sincerely yours sincerely yours 我常常遇到你的时候 我就说 please send my regards 就是把我的问候去给你 替我向你爸爸妈妈问候 这意思 那我们就说 请你替我问候 他就是提到我意思 所以我们用 please refer me 也一样 提到我 to your parents 也是请你带我父亲 带我向你父亲问候 那像这些都是一些信尼绝后 绝后 那head over over通常是老远 所以look over there 他一定是 要叫你更远一点点 那head to 就是前往 head是头 头往哪里去 就是朝哪里去 所以这个字有翻译叫做朝 你就从哪里去 所以他的粉丝 那你Royal跟Facebook老师讲过了 where you can 就是什么 immerse 第九个应该是 Immersed Immersed这个老师上次讲过了 沉浸 Immersed是水 所以这个很好背 那他的名词 Immersed Immersed 然后通常是 他的受词通常是自己 She the girl Immersed herself In writing 就是他沉浸 让自己一直在写作当中 所以你知道每一个有才能的人大概就是他有才能只是因为他想写 他要付出很大 我们可以问到那些人 他们都是要付出很大牺牲很多的东西才能够创造出一个作品 像我想写我时间上太灵散了我还写不太出来 所以我只能一点一点的笔记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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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当我退休了 我就可以把这些我一点一点累积的分段起来 我才有机会出书 然后想要做但是真的要去实现的话真的是很难的事情 所以做 It's easy It's always easiest said than done 叫做说比做哪 Easiest said than done It's always 所以你可以什么 Immersed yourself in the life of a crime scene in Mexico 就是在他的生活里面 就是一个犯罪现场 犯罪的场景的一个调查者的一个生活里面 For one day 一天一整天 意思是说你去看一个章篇就是一天的时间 To work What are you to work on Work on就是努力的解决 努力在什么方面 I'm working on something I'm working on my math 我正在努力的解决数学问题 I'm working on this problem Problem不能解决 A question Working on a trouble 正在解决一个麻烦 Some mysterious criminal 这个字很好背 所以crime是哭我 犯罪的犯罪的罪叫做哭我 Crime 我觉得得理很深 不是哭你 把你给杀了 把你给害了 不需要为你哭 犯罪的不需要为你哭 哭自己吧 所以这个很好背 那去掉E加L 在你发现你说的finding 这finding要加s 就是说你要学会去注意到这个细节 因为你将来在写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会知道 finding 然后这个字叫major up major up本来叫做良好 You should measure this up 厉害 叫major up against 所以它是个片语 所以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叫你背 但是你从读到这一篇里面 你就可以去掌握 老师就等于再复习一次 Perhaps you will find yourself You can find yourself a promising investigator 所以像老师教书这么多点 就是我可以把一篇文章 用各种方式的分析 找出各种重点 那你熟悉的话 你就会变成像我一样 那你阅读能力自然就会好 所以他刚接着一个授词 那各位同学 你从你开始做 那这是授词补语 授词补语 find 它可以最形容词 I find myself sad in the past 就是immersed in the past 我发现我自己沉浸在过去 in the beautiful past 美丽的过去 那就是永远都走不出来未来 那可以接形容词 也可以接名词 那接名词的时候 他就要等于他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他 对不对 接名词就要等于授词 接形容词就是说明他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讲了 那这个文艺选田 这个部分我们是 还没有吧 那我们今天 这个 这个就麻烦那个 你那边有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就麻烦 Sona来帮我 那个 那我们请那个 帮我写一下好吗 哈 我们请那个 帮我写一下 第11 不然你 你面出来给他写下 我比较快 C一题 C吧 他写 对 先把大家让他写 写完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要读 C是 inconclusive 就是没有办法下结论的 不 还没有完 没有办法做结论的 第3 题 E E是potential 潜在的 潜能的 13是F F是 acceptability Acceptable Acceptability 是接受性 Accept 叫接受 好 再来第14 A A 好 你的字有点点错 不好意思 就是 就是想知道为什么 但是你把那个 你如果你的手是这样 你就是把那个板子比到这样 不要让这个 然后你的手是可以碰它的 我们都有消毒放心 你就放心的碰它 把它弄坏了 绝对不用你赔 我就心里一直有准备 所以我才准备那么多板子 不用你赔 你要带回去我都可以愿意 但是要我多出来之后 我才能够带回去 好 第14 题 A Intended 企图 心里面想要 心里面的倾向叫 所以这样 Tendency 叫趋势 T-N-D-A-N-C-Y T-N Tendent T-N 就是倾向 Intended 是内心的 就是企图 企图想要 Intended to 再来第15 H H 是Claim Claim是指 我大 我是宣称宣告 Claim 所以这个我常常跟你讲说 你要小心哦 这个台风 如果是一个大自然 这个台风 夺走了 Claim是什么 这是我的 所以当台风说 用 The The Tai-Fung The Earthquake Claimed Fifteen Lives 夺走了 我们中文就翻译叫 夺走 其实它是宣称 他把他杀了 这是他的 Claim I claim my right 取得我的权利 I claim this property 我夺走了这个 我就宣称这是我的 强盗这是我的 此路为我开 此树为我栽 欲过 欲从此路过 请留下买入财 就是这叫Claim 第16题 J 是with regard to 关于 regard是提到 看到 因为re是在 gard是看 所以你一定说 那我们再看 with是我们接下来 我们顺便再看 regard 再看 那他一定要接to with regard to 是关于 再来第17 B B B Crucial 这个字呢 跟essential 非常近 essential 你写得出来吗 来 写在crucial的上面 那边写essential E-S-S-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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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E-S-E-S-E-N-T-I-A-L 好 很棒 名词叫essence E-S-E-N-E-S-S-E-N-C-E Essence 精華 Essential 所以這個字真的是有難 因為它變化真的是還滿特別的 所以有機會要跟你講 Essence 是來自於Sense Sense 這裡有味道 所以我們講的精華是因為什麼 你把一千朵玫瑰花 用某種方式變成玫瑰精露 那叫做Essential 精華 好 第七十八 Do Do Subsequently 這個字是sub 為什麼這裡是第一個字高音 因為我們告訴你說字首很少高音 因為soul是次要的 就是接下來 所以這個字因為叫做接下來 sequent 叫做順序 所以它強調是接下來 所以subsequently 就是接下來的 我們有個字叫做consequent 就是強調除了事情都發生了 那就是結果到了 consequent 就是結果 好 在subsequently 就是接下來 各位同學 你如果筆記上面 就是可以做一下 就是可以 但是也請你要練習一下 因為老師接下來部分要讓同學寫 如果你可以多練習的話 那我們整體上的進步就很好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nineteen i with regard to twen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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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to 我們TOO的用法就是 除了在字尾叫做也 它就是TWO 也是 to 然後你要想到TOO跟TWO 是一樣的 me too 對不對 你看喔 你用的me too 外國人想想什麼 I'm one 然後他就說me too 我是第二個 所以那個TWO跟TOO在那裡 是在口語上是一樣的 然後T第二個就是never to never to 這個字我裡面先學的 從來不會太 喔 就是 再怎麼樣都 You can 比如說你要學習 It can a man can never to it i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求大佬學大佬 絕對不會太遲 而不能做什麼事情 never to 跟to to 是一樣的用法 所以to never to 從來不會 你怎麼樣都不會再過於小心 就是再怎麼小心都不過分 的意思 In using narrow particle containing products 這個contain叫做包含 所以我們再給你畫一次喔 就是讓你再學習一次 好 那這個部分是一樣喔 好 那我們再畫 來 給你唸了 然後再畫 好 N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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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和 語創哪 宮 大佬 奇 能 夥不 也 來 whether there is a risk or not. The cosmetic industry, of course, argues that their nanoparticle-containing products are perfectly safe because no problem has been reported so far. Consumer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groups beg to differ and claim that there is a potential risk because we just don't know enough about this issue and that we rather should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Cosmetic products are primarily intended for use on skin. N概念, primarily. Primarily, 這個字請各位都發一下它的中音, 要學會我們大家有共通的語言嘛, 畫一個像中音,primarily. 隨便你畫, 有問題我會跟他說你, 真的, 犯錯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你不做, 我們永遠不知道, 那就變成第一個音節了, 你要畫在M,跟A,之間。 喝 了解嗎? 你畫到I去。 Primarily,馬力那邊去 Cosmetic products are primarily intended for use on skin, hair, or in the mouth Toothpaste Toothpaste,對 那個其實括號就是in other words 你也可以講in other words 但是你也可以講說quart 這樣就是在 Cosmetic manufacturers claim that nanoparticles serve 好像是manufacturer manufacturer Cosmetic manufacturers claim that claim that nanoparticles serve various purposes they enhance the formulation properties and acceptability or is there possible uptake Uptake IE就是that is 也就是說 IE就是that is 你要唸,因為他是拉丁文 我也不一定會唸 所以我有查過 我就是今天我們的外國人都是唸that is 也就是說 that is the entrance of a particular nanomaterial into the human body and what subsequently happens to it and what subsequently happens to it with regard to accumulation in organs effects on metabolism metabolism 你的電視是沒有消失了 你的電視是沒有消失了 看在 and excruit excret excretion excretion before any result can be confirmed consumers can never be too careful in using nanoparticle containing products 好 謝謝 那 這一篇呢 它的難度呢 是因為 因為齁 你們接觸這些智慧的機會 就是它是很社會性的齁 就好像說 今天我如果要 要 你要去考富士 你要考寫作作文 口說 那都要看你是幾天前來找我 哈哈 說實在很白話 如果你是一個禮拜來找我 我其實通常只能告訴你說 它有 它有這些範圍 然後你要 你能夠做到這範圍 你能夠知道它有什麼範圍 至少能夠讓你考試 心不會害怕 好 你會後悔啦 就是說啊 我都知道 我都已經預測到 可是你沒有足夠準備 那如果你是一個月來找我 你就是會有可以練習 你在考試的時候 你心情就會好 因為寫得好寫不好 你早就知道了 你至少已經有心理準備說 我在這個方面 我是寫得好寫得不好 好 那如果你是兩個月之前呢 那麼你其實就是一定都會很順利 好 就是你都知道我要怎樣才可以通過 因為你只不過要通過80分而已嘛 那你要達到80分 並不是很難 因為他不會那麼要求你 就是說 不常是口罩還是都是請你 就要事先規劃 那如果你是給我兩天 那麼我頂多呢 就是跟你講說 你一個心裡面的考試心態 就是告訴你 老師也不會去罵你 也不會說就是 你什麼時候來找我 我就會做不同了 那這個是一個我們是所謂社會範圍的部分 老師主要就是把一些提示跟你講 讓各位同學 因為我們的目的這一篇呢 我們要快下換一個單元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讀下一個單元 我們後面那個不讀了 我們主要就是讓你知道 我們的這個教育部所公布的 這個七千個字到底涵幹哪些 這些他編得非常好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穩定的教材 他用的都不過分 只是說你知道 譬如說 我們來看 controversy 這個字呢 我的筆會這麼漂亮 這麼好 controversy contro 那我們的英文大部分都是contra contradict contradict 叫做兩個人起衝突 contr是相對 這個字來自counter c-o-u-n-t-r counter是櫃台 那counter也可以做為相反相對 incounter 叫做他們面 所以兩軍相對叫the encounter incounter incounter如果是在人跟人之間就是相遇 偶遇 就是你跟我之間的邂逅 我不知道中文叫做邂逅 這個就是我們不其然的遇見 從多種浪漫的愛情故事都從這裡開始寫incounter 那如果從前還有一部電影叫做 我們中文翻譯叫做 中文翻譯叫做 異形 不是異形 他的那個 就是外星人 他的中文翻譯叫做外星人 然後英文是叫做什麼 英文叫做the 他的中文翻譯叫做外星人 那你看就知道是跟外星人有關 對不對 然後呢他的英文叫什麼 the third encounter 你會瘋掉嗎 如果你不知道他 對不對 the third 因為我們人 就是人跟人 人跟動物 然後再來第三個 就是跟外星人 對不對 所以the third encounter 叫做外星人 你會瘋掉 哇台灣的中文實在太優秀了 翻譯的真美 所以老師其實再請你 你如果有任何的翻譯的問題 你要跟我講 我都會給你去解釋為什麼 因為它有典故 那controbrace 就是爭議 而且要注入爭議的介系詞 用over 這個有很多字 如果是over就是進階考題 你要拿考試如果要拿85分 你的over就是那個85分以上的題目 然後再來 cosmetic 叫做化妝品 老師這字有點細了 有點出了 化妝品 那他這裡有寫 你看喔 那化妝品寫在這裡 cosmetic cosmetic 那至於你要叫我去 教你拼 背好 我很多可以加 但是我今天不加 cosmetic他就有講 他一定會講 主要是 主要是 企圖 intended 一定要接for 這是過去分詞 are intended for 是有這個目的的 為了要用在 這個是名詞 用在皮膚頭髮 就是你的人的外面 人的外面的 他不是服用的 然後呢 如果是嘴巴 他可能嘴巴是指指 牙膏 就是漱口 牙膏 他也算是你的不是完全身體體內 對不對 所以那個牙膏通常告訴你最好不要吞 但是他都有譽 就是不小心你吞了應該也不會有太嚴重的事情 除非是整罐硬喝 有人吃牙膏嗎 我是不知道 但是有可能 再來有人吞 喝塑溝水嗎 塑溝水不會死 絕對不會死 因為他已經就已經有些準備 有人吞 所以他就不是一樣 所以他濃度都很低 好 再來 in the mouth 對不對 所以他是用在你的人的外面的這個cosmetic 所以你現在都知道他的定義 cosmetic products are primarily intended for use 使用在 use on 因為他是表面 再來 cosmetic manufacturers 這個claim that 他們就宣稱 宣稱就是他們有對外在廣告 對外的講 大聲的講 claim that 這些奈米的分子 分子 所以他們看之後他們的成分都有奈米分子 奈米分子就是 他們確定他們的成分都已經能夠細到 我們的奈米就是 narrow其實是 1 1 這是一個分母 分母是什麼 1 後面有9個0 記住 就是11分之1公尺 那麼小 那所以我們什麼時候會充奈米分子 當你在小於100的 小於100分之 narrow就是小於100的 就是99 99奈米 98 現在台積電可以做到4奈米 所以4奈米再下去 其實台積電已經做到極限了 到底要怎樣到那個比奈米更小 因為奈米已經是一種 跟原子已經 再下去就是原子的狀態 就是原子的狀態 你看原子多難 我們原子其實是想像的東西 好 所以那個 narrow就是 就你看到一個 narrow就是 比頭髮要小千分之一了 這個頭髮的直徑的 好像是幾萬分之一 就是萬分之一 頭髮一根那麼細 他還要再切一萬分之一 叫做奈米 好 接下來 這個我們比較大一點 就是100個奈米呢 應該叫做一個mu mu mu mu就是長這樣子 數學的 mu 就是他是100個奈米 那100以下我們叫做奈米 因為這個叫做微米 他有一個說 好 再來就是 have a direct 這個同學 你要學到之後都要學到 have 這個你在嘴巴裡面 就是有很多同學 你學英文還要順便就是常常念 你就是顯顯的 have an effect on have an effect on 你多熟一點點 這也都對你很多 就是這是四個字 絕對不會改變的 那你如果真的要再學那個have 可以用變換耳邊 exert exert 這些都是我們在學的時候 都會順便學的 你做一個高中生 你得知道說 英文有不同原則 我做一個要寫得漂亮 除了我要背100篇 我要背100個 那個叫做諺語 我要背1000個慣用語 我要使用不同的動詞 就是我至少一個名詞 我要使用兩個 我要去知道有兩個動詞 可以互相取代 我可以寫出一個非常漂亮的文章 所以那些努力 都是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曾經做的 我不是只有這一科啊 但是這是基本的 你可以做的 那這樣子 你就可以在大學連考 考到90分 就是這樣 我就是考90分的人 那90分就是全國 大概不會超過100個 再來 On skin and hair 這個EG也是拉丁文 所以我們其實在唸的時候 就是唸for example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這個字就是for example 但是那個什麼 exemplary 再來就是那個字 它是拉丁文 我是昨天晚上都有跟大家證實 都有跟大家發言 我今天就不講了 就是你相信我 這個EG 你們的數學老師都這樣用 可是他不會寫 因為什麼 數學老師 物理老師 化學老師 最喜歡用拉丁文 我跟你講說 很多專業名字都用拉丁文 那就是這樣寫 所以 因為 羅馬人在這個數學的 物理的那種開發很早 再來 or anti-aging 這個age是老化 抗老化 anti就是反 the formulation 我們這個字是從formula for 你看 這個form 是形式 mu 再la 這個字 所以 formula 叫做 配方 你用在各種配方 在數學叫方乘式 方乘式 好不好 所以這裡在講到事情是什麼 所謂的奈米分子 到底可不可以用 它的正義是位下 那個頂多 我們說 最多的我們可以說到最高 就是 正義是 沒有辦法下定論的 inconclusive 就是指無法結論的 沒有辦法有共同結論 叫inconclusive 沒有conclusion 叫做結論 conclude 是總結 所以我們講 總而言之 在句違的時候 要寫inconclusion 在總結的部分 所以是無法總結 然後呢 太早了 要說是不是 它有沒有風險 它就講奈米分子那麼細 我們塗上去 我們號稱說 它可以直接從皮膚吸收 因為這是藥 因為藥品級的話 它如果是 譬如說很多的藥 現在很多藥都是貼在皮膚上 它就會自動吸收的 因為它的好處是什麼 好處是 你不用服用它 你不用怕它苦 還有不用打針 有其他傷害到時候 貼在這裡它就自動吸收 缺點是 如果你是愛運動 你會流汗很多的 它就很容易脫落 對不對 所以它的其實這樣 所以像這些都 那貼在這裡的 必須是奈米級的藥物 因為什麼 我們的皮膚的孔隙呢 大概要奈米的 它才能夠吸收 如果像那個 像我們很多的狗皮藥膏 民間的狗皮藥膏 那根本就沒有奈米的 這麼不可能吸收 它貼在那邊只是好看而已 或者是什麼 保護作用 就是你不要再去撕它 不要再刮它 它就 謝天謝地 你就慢慢吵 其實很多的 民間的狗皮藥膏 其實就是什麼 防止你再去碰它傷口而已 再度感染而已 根本就沒有什麼效用 因為真的 醫學上要做到奈米級 其實也是 有很多很多的爭議 到底奈米級 是不是有副作用 有什麼東西 是不知道 他現在在講這個 因為它很多的 很多的廣告化妝品 我們叫cosmetic 我們拼命叫發妝品 其實不是喔 它就是塗在外用 塗在我們人身上的外用品 使用在我們身體的上面的外用品 叫做cosmetic 這樣得了解嗎 cosmetic 那你用cosmetic 跟cosmetic product 是一樣的 cosmetic跟prosmetic 這個是形容詞嘛 然後呢 你把它加來是cosmetic 這裡就有 有喔 好 那這裡你還畫了什麼 畫了叫moisturize 好 這個字呢 來自於moist moist moist moist這個字呢 它是指那個 那個潮濕的這個青苔 moist 那麼 st 就是非常潮濕 這個moist 叫做濕氣 濕氣 這個moist 所以 那個mo 那個就是 我們 我們有時候在牆壁上都會看到一些青苔 那叫moist 然後呢 再來就是 moisture 的內容 叫做 moisture 通常就是說 可以保持讓你潮濕的內容 就是叫做 讓你濕 保持皮膚 因為皮膚不喜歡乾燥 所以能夠讓你保持 我們叫 滋潤 moisture 叫做滋潤 滋潤 腹 滋潤 moisture 就是能夠讓皮膚的 所以它其實好像化妝水啊 或者是 那個女生還要再塗上那些乳液啊 就叫moisturizer moisturizer 是滋潤劑 moisture 再加Iz 汽料E加Iz 就是moisturize 就是滋潤它 使它含有水分 叫做moist 因為這個叫做水 moist 是濕氣的意思 moist 這樣講很多 再來就是 anti-aging 抗老化的這個 這個叫做成分 只是說它是叫配方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TION 就是說它必須要長期使用 TION 表示時間 我們再說一次 TION跟SION 的最大差別是 TION 表示時間 你要它形容 這個過程的時間 SION 表示這個觀念 這個概念 你要做一個事情 你有觀念 你就知道怎麼做 但是需要時間 所以TION industrialize 就是工業化 industrialize 叫做工業化 industrialization 叫做工業化的過程 對不對 industrialism 就是工業革命 因為它沒有SION的概念 有很多字 SION 比如說 invasion SION 就是一種入侵的觀念 就是我要進入到你們家 強入你們家 叫invasion 就是SION 對不對 它就不是TION 所以像這樣的概念 因為你們會有困難 因為有時候D的字文 它可以是TION 可以是什麼 可能會是SION 所以你必須要有這個觀念 你才知道 Triven TION還是SION 我講了這個東西 你們老師應該都不會講 那所以我才會有 值得你們 你才會願意在這裡聽我 一直寫這樣 好 我們的 UV 是Ultra U L Ultra Ultra 是額外的 Ultra 是額外的 多出來的 Ultra 好 那再來是 V的是Violet Violet Violet 叫做紫光 紫色 Violet 所以很多女生 都會叫Violet 所以 叫做紫外線 Ultra Violet 叫紫外線 老師很抱歉 我就把他必須要寫 因為這邊已經寫了多餘的 然後這Filter 叫做 過濾 所以我們的濾心 過濾器 叫Filter 它可以當動詞 又叫名詞 V 也可以N 所以Filter就是濾網 就是可以過濾東西 叫Filter 所以 我們如果 比如說有一些節目 他就是在某些地方 他就說 不想讓你看 就比如說一些犯罪的現場 他就會用那個Filter 就是他把一些畫面 把它過濾掉 你就會看到一堆玻璃狀的 那叫Filter 所以換句話說 他是有過濾的效果 那過濾心叫做Filter 過濾氣就是Filter 那麼在這裡就是阻隔 阻隔的意思 所以可以阻隔UV的東西 過濾就是可以擋住 所以Filter 其實從過濾來 過濾就是有一些東西 他不想讓他進入的意思 Filter 又當名詞又當動詞 好 In Sunscreen 這個Sunscreen 就是我們的防曬乳 我們就講過了 太陽光 這個叫Screen 這個叫Screen 它的目的是他把光線 反射出去 或者擋住 光線吸收了 如果是黑色的東西 就是光線吸收了 那如果圖上的一些 像金屬的成分 可以反射出來 你就會看到螢幕的像 所以光線是這樣子的 所以那個東西叫做Screen 但是這個其實不是 它是自備發光體 它不是從這樣下來 所以這個是 這個還是叫Screen 只是說 它已經跟以前的Screen不一樣 所以Sunscreen叫做什麼 防曬乳 就是陽光可以遮住的 另外一種我們叫做 什麼Screen 什麼叫Screen Sunscreen還有什麼Screen Winscreen 你們汽車的擋風玻璃 叫做Winscreen 了解嗎 風過不去的嘛 對不對 叫做Winscreen 加上Win 加Screen 就是擋風玻璃 所以你要知道 Screen是一片 一片板 一片木頭 一片木頭 布 然後呢 它可以隔離東西的 或反射東西的 叫做Screen 講完了 好 再來就是 associate 有很多重點都可以畫 Uptake 就是take-up 就是take-up 就是在吸收 可能的吸收 就是說 這個 assessing 就是評估 怎麼它又變成了出題 這怎麼會自己會變 所以這個 Uptake 就是take-up 我們take-up 就是常見的時候 你要開始一個東西 開始就是從接受開始 take-up take-it take-something up 完全 就是完全吸收 take-up A young man should always find something to do and take-up a good habit 養成的好習慣 不管你做什麼事情 只要你的習慣是養成適當的 你就會做得很順利、很成功 重點就是 你能不能先take-up a good habit take-up 採取 然後來用 叫take-up 它的 名詞話叫up-take 所以 就是他們可能的吸收 然後就是 that is IE 也就是說 所以你要寫 that is 一樣鬥號 它就是that is 也就是說 又是鬥號了 那就是說 that is for example IE就是that is 然後呢 eg就是for example 你就是唸for example the entrance 這個老師 都已經在高中問了 我就是會問的人 所以我高中就知道了 所以再來就是 the entrance of a particular 就是入口 這個叫入口 進入也可以 進入到 所以entrance是接的一定要接 所以你每次學著一個字 它後面要有相關的字 叫做co-location 叫做搭配 如果你沒有把這些搭配 你常常會寫不出一個句子來 因為你只能用中文翻譯 那就會讓你就寫得很沒自信 the entrance 進入到 你一定要進入到 你一定要進入到 叫into the human body and what happened to it 然後再來這個部分 就是 I呢 就是關於 accumulation 累積 accumulate 動詞 累積在你的 因爲我們怕你吸收 就怕你這些 奈融密份子 他不只穿出皮膚 他連穿出皮膚 其實我們身體最厲害的是 我們在大腦的四周圍有段腦膜 所以開了刀的 開大腦的刀的病人 很容易死於腦膜炎 因爲什麼 你把那塊腦膜給撕破了 那撕破任何細菌就進去 那個腦膜是非常厲害的 因爲它是保護你的大腦 你的大腦是絕對要非常 它可以隔離到一些對大 因為它是大腦直接控制最後一個防線 它可以隔離到所有對大腦有害的東西 所以 我們很多的健康食品說 這個東西吃了 對你的大腦 千萬不要相信 這大腦幾乎都 就是他可以講說 就是補腦的 或是補什麼的 任的營養劑幾乎都進不了大腦 大腦的腦膜 它的四周圍包圍了所有的微血管 微血管要進入到腦膜 必須會經過一個非常嚴格 所以很難用吃的 就能夠進去 所以再怎麼樣的營養劑都不是這樣子 這個是大腦主動 只有大腦在發出訊號說 我要這個東西 譬如說你要喝糖 你要吃糖 大腦其實你會餓的感覺 就是大腦命令你的胃去蠕動 你就會有餓的感覺 是大腦 那你會有那種情形 還有一個就是你的其他的器官 告訴他的什麼訊息 大腦 因為他大腦 這個腦膜裡面 能夠進去的就只有葡萄糖 其他的動作都不行 你吃再怎麼樣 就葡萄糖 好 單糖類的 再來就是 affect on 好 accumulation 就是累積在 在 metabolism metabolism meta 是 那個是 meta 是一個字根 新陳代謝 新陳代謝 新陳代謝是一種 a procedure that a life cell 一個活的細胞 intake and excrete 就是他要吸收 intake take in and excrete 排泄 所以說 是一個細胞 intake and excrete all the nutrients the nutrients the process the procedure 在這個過程當中 細胞 吸收 排出 營養的過程 叫metabolism meta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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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陳代謝 它是有標準的定義的 那 excretion 就是來自 excrete 那這個字你不會寫 你忘記了 但是你有學過secret嗎 因為你要從secret 所以 你如果這個字背不起來 完全會因為 當然要我教了 第二個就是你要 完全因為你對這個字 你不認識 secret 叫mimi 對不對 但是他的動詞 叫做什麼 分泌 偷偷的 秘密就是偷偷的講 對不對 秘書 為什麼秘書 他只跟誰講 對不對 好 所以secrete 這個字當動詞 叫secrete secrete的意思 就做分泌 因為它是你的身體有很多線體 它會sec sec就是流出來 create 就是流分開來 所以你的secrete 這個字當secrete 是秘密 秘密就是什麼 你不知不覺的 所以你的眼淚不知不覺會流出來 secrete 你的線體 你的什麼胰島素 什麼東西 它會秘密的分泌出來 好 那有沒有秘密的排出來 有 就做secrete secrete 就是排泄 排出 它不要東西 然後它分泌出來 是你需要的 就是外面的需要 像胰島素 分泌 胰臟分泌 胰島素 就是secrete 你的線體肝臟 消化液 就是secrete 那它不要東西 它就排泄 排泄就做secrete 它只限於我們身體裡面的 身體裡面 它不是我們的 不是屁股 那個 那個是另外的 好 就是這個 然後再來 content 就是包含 所以我希望我已經把 概要 因為我們 我們沒有把這個分出來 第三段呢 其實這個部分呢 你很快就會知道 你最後面呢 你要再拿到90分以上 的成績就是跟這個有關 你必須要在最短時間裡面 把它排好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呢 就是今天先不過我們 最後兩個 我們要請 呃 今天剛剛就是他有讀了 一 剛剛他有讀了 然後就是 我們有兩位同學 齁 就是Joy跟Iris 我們這樣讓每個同學呢 都可以 好 Joy你看一下 然後呢 我要請 呃 Kerry 這個等一下 給他 我就給你齁 換你畫 好不好 Kerry一定很熟悉的 我知道 但是Kerry等一下 我給你 我明明知道他會 可是我還是做這種 欸 你幫我 你幫我擦 好 這樣子 稍微擦拭 然後擦拭 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計算 我再點一下 好 這個才能吸收 那個啦 那個衛生紙會破掉 然後 就 收拿他就有這個習慣 我有看錯 看到習慣 我覺得這個是對的 對的事情就應該值得 值得 要去做 好 你要準備去念他 然後呢 就是 你畫第一個 你畫第一個 然後第二 第二個 你要念 所以你畫第一個 你要第二個 好 好 要畫其實共同畫 沒關係 就是知道 目前只有一台電腦 我們準備兩台電腦 我們將來如果可以 要三台電腦 就可以給很多同學 所以 這是 理想 我今天就是看到那個 我的出版商對於我的 這個 這種做法 表示大大的讚美 他說哇 你真的是 在這種四道裡面 你竟然做這麼些 這些 就是一般的學校 也都不可能做的事情 來第一段裡面 我們要讀兩段 所以有兩個同學 第一段裡面 他的答案 我們再讀兩篇 這個部分是各位同學 首先要學 因為他這裡提供很多的片語 很多的單字 他是屬於考片語跟單字 有時候會考文法 CD 好 這個是要寫寫 你要寫嗎 我知道 這是要適應 你知道嗎 本來就是這樣 而且我知道 你在寫 對 要按那個電源 電源 好 你知道 他是對照這個 的 所以你是 像如果你是這樣寫 你就是這樣寫 這樣寫出來 就是 你的方向 不管你對哪裡 他就是 永遠都是這樣 這個方向就是這個方向 所以你這樣歪歪寫都沒有 因為他只要是對著他寫 好 好 好 我們先寫一下 第一題 C C是Portable 這個字Port 叫做Carry Port的意思叫做Carry 攜帶 所以Sport也是有攜帶意思 所以我們叫做運動 一定都跟帶著一個東西有關 譬如說我們的Sport通常指球類運動 因為Port叫做攜帶 那港口 為什麼 怎樣 寫不出來 喔 好 怎麼辦呢 就是 到這裡來 那筆按一下 不是 那是預光筆 對 按一下 好 那就有了 那你現在是綠色的喔 你要換顏色就是在那個地方 Good 好 對不起 我們每個人同學都練習 他已經3、4、4 所以等一下你可以看他 然後你也應該適應了 好 練個幾次 你應該也適應了 你已經開始可以畫了 因為將來是希望你寫的 然後這樣子的話 你在這裡怎麼寫 你在考試當中一定也可以這麼寫 你最好是不要看著答案擦 看著答案擦呢 就是 有一些時候你在考試中的表現 就比較不能夠像你看著答案擦那樣的 好 就是我們就希望讓你在這裡就發現的問題 然後解決 這個是等於是前週未有的學生 通常學生都拍照給我 我們現在就在課堂上這樣做 第一題呢 是叫Portable 可攜帶的 可攜帶叫Portable 所以我們以前的那個電腦呢 比電呢 叫做Portable Computer 也可以喔 Mobile Computer 可以行動電腦 那麼如果你要畫那個其他的 就我歡迎你畫 A就是Affordable 負擔的期 Afford就是買的期 然後呢 再來 Portable 第二個是D 叫做Make something possible 使得一件事情 所以make這個字呢 它是可以接 十一動詞裡面可以接形容詞的 它會接受詞再接形容詞 那會有I make her a superstar 當她受詞不語的時候 她就要等於那個受詞 那形容詞就是要說明 就合理喔 你這個受詞不語一定要形容 好 在C 是 Consist in Consist是在於 那在這裡 Consist有一個接of 叫做包含 Consist是在於 因為是Consist 我們叫了 我們剛剛講的叫做 Consist叫一字 一字 跟什麼什麼 一字 它如果通常是with 然後如果是in 就是在這裡面 它是一字的 所以什麼 我們叫做Consist 在於 A在於B 一日之 一日的開始 A morning A good morning A day Consist in Consist in A good morning 一個好的一天 在於 一日之句在於成 A day consists in 因在於 因為什麼 它是跟早晨 你早晨好 一天就好 這樣懂嗎 跟什麼什麼 在哪方面 是一字的 所以答案 是叫做Consist in 在於 所以在於就是什麼 跟這個東西是一字的 你要這樣背 你才會學得很好 好 我是認為你要這樣想 Consist 叫做一字 所以Consistence 叫做名詞一字 但是不及物 所以它接印 在 第四 V 是Implanted 叫做植入 因為Plant 就是種植 In 就是指進去 所以植入 好 所以它已經是過去分子了 第五題是V 不錯 第五題是V 這是誰在寫 不錯 in this way 在這樣的路上面 就是在朝著這 印是方向 印都要跟方向 所以在這樣的方向的話 為一個方向就是如此一來 in this way 就是你剛剛講的 in that way 就是之前講的 所以我們有in this way in that way 那in the way 也是可能 就是也是可能 但是通常就是in this way 跟in that way 那這樣一來 那樣一來 in other words 用在別的話的話 就是換句話說 in other words 我們剛剛講到一個 that is 也是有 所以這個字 that is 也是 in other words 的意思 好 接下來 in addition 我們學過了 in addition to in addition 副詞 additionally 我們的 任何的白話文 都有文言文號 additionally 只要一個介系詞 再加上引名詞 它就可以成為複詞 如果你有這種概念 你就會學得很自動 很多人一個字的 你就自動會學得好 它是有原因的 只是 同學來得幾來不幾吸收 in con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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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in喔 就是總而言之 in conclusive 我們在這個方向的話 要朝這個結論的方向就是總而言之 就開始要講結論 in conclusive 所以你在寫作文的話 你常常是 all in all inclusive to sum up 就是一定有這些 叫做口條 你說說話也會有固定口條 就會讓你有自信 就是說 我如果講這些 我講這些 我就到了什麼程度 所以人其實是 在這一段的過程當中 不斷地學習 好 我們呢 請一位同學 請 你要 你要讀 請你畫 然後呢 接下來是請 請 請 你讀 在這 你第二這邊讀 你畫 好 OK 記住了 我不要再記了 我要真心上課 等一下齁 感覺到你那個scientist 你是念scientist 通文是sine 是 通常是第一個字告译 Scient 신 через 好 向 全 對 你身體 Veta will be sent over the electric field Filled 如果你可以就是 你可以幫忙畫一下 我就會知道等下要解釋這個地方 Electric field 它會發第二字的長音 Filled on the surface of your state 你可以試畫任何你想畫的 是嗎 好 Decide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inception of the information. The reason consists in the fact that the transmission through body network 這個是面固的長文 The next work has to be within 20cm from your body. Even if other people attempt to take off the signals sent from you, they must get very close to your body and you get... 第二個字, 一啊!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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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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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rted Alerted Alerted More important of the future body networking Nets server And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body. All you need to do is get... 那個字要再念一次 沒有 none 吼 u 後面直接接了 e 了 它 b 不見了 所以 u 要改成 唸 u numerous numerous small device in entry under your skin 5 in this way you may will send e-mail by controlling your own numerous system in next event 好 這樣 謝謝 這個 就是 大家每次的練習都能夠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 因為我們下一次就要換 我們下一次上課 就會換下一個單元 就是我們一次 我每上一次就換 所以接下來後面 沒有每個單元都會上的到 就是 你來這裡上的 我們一個禮拜有三堂課 就是 356 所以你每一次就是一個新的單元 356 一個禮拜三個單元 就是會有三個單元 不是每次都有可以上的到 因為 老實認為差不多了 因為這裡 這裡的東西 就是 你已經經歷那麼多了 那個 你入考學測你還只要需要六千個字 好 所以 呃 第一個部分 就是在講什麼 transmit 這個叫做 trans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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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transmit 的差別 就是名詞 在公司 我們的 m r t 捷運呢 叫做 mass 大眾 集體 我們說 大量生產 就是 大量生產 叫mass production 然後呢 再來是 r呢 是rapid 我們上次講 rap 就是 饒舌 加上id 之後變成形容詞為rapid 他變成快速的 饒舌的歌曲是快速的 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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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就是 他可以當作名詞叫 急流 脂流 急流還可以加s rapid 然後呢 再來就是 我們還可以講脂肪還是跟 pid 有關 再來是t 叫做transmit transit 老師 好這個一點呢 這個點呢就是可以 換畫面 如果你 你點這裡 他是這個東西的時候就表示這個功能 transit 就是 好 那這個it呢是字尾 那trans是轉換 所以這個字 我們其實有轉換跟運 我們中文換句叫運送 transit 運送是運送一些 內容 所以 大眾的快速的轉運 叫做 捷運 運輸的意思 所以這個字 從這個 transit 但是如果是動詞的話叫transit 對不對 transit 然後transdit transit to transit data 傳送 資料 我們講運送 運送運輸 through your own body 好接下來就是 transmitter 就是 傳送器 所以我們 你知道那個怎麼關嗎 他電源在那邊 把它關掉 因為他 有時候就是沒有馬上用 就會 好 transmitter 所以叫做傳送器 所以各位同學 我這個 板子呢 是一個傳送器 就是一個傳送器 它透過一種 特殊的 波塘 這個東西 叫做 叫做 receiver 接送 接收器 我們簡稱叫做 Tx 因為叫做 data transceiver 這個叫做 data receiver 簡稱叫做 Rx x 代表 data 然後 你們看到一些 簡體 簡稱的 就是這樣 然後呢 只有 才可以 這樣 很清楚 因為 就是你去 你會去想要去學美的東西 所以 把它出來 他就是要再傳送一次 然後 再來這個transmitter 就是 這個東西 它裡面有一個 發送器 裡面每一個 板子都有一個發送器 就是這個 這個板子 把它拆下來 這邊呢 這一片 這一片就是發送器 然後這個就 就是 儲存接收器 插在那邊 在這裡 就在這裡 所以 老師經過多年的嘗試之後 才能夠讓你們 就是有機會 可以 就是 經過 你知道我買這個板子 已經 買至少前面被我 這個公司所有的各種高級產品都沒有買過 我曾經買過一片板子 一萬八千塊 結果用不到半輪 他的問題就是 這些都沒有 都有電源的問題 所以老師呢 終於解決了這段問題 就是 因為有1865的電池 它這個其實就是 你們的扭扣電池的 大概 八個還是 十個 串起來 叫串接 串連 然後這個叫 因為這些都是 裡面是鋁電池的 扭扣電池用鋁電池 這個其實 Sony公司早就在 30年底就發明了 因為太貴 所以沒有人用 現在因為 大家大量的需要電力 所以 它就變了 又 開始 活躍起來 但是這樣一個 1865的電池 一片如果沒有好的話 Panasonic好的的話 一片 至少 一個大概要 在250塊 到300多的 時間 就是 這裡面就是好多好多的 扭扣電池 然後 扭扣電池 是一次性的 我們這個字裡面是鋁電池 所以它是可以充電的 所以這裡在講到什麼 這個 想像這些資料傳輸 在你的身體 所以它現在這個主題在講說 原來你身體呢 是可以 發送的 所以我們的 IoT 你們在這 這是未來時代 叫做物聯網 IoT 物聯網 物聯網就是說 凡 凡是所有東西都可以做傳送資料的東西 也就是說 將來的世界裡面每一樣東西 它都本身可以 在我們生產過程當中就 直入一個東西 它可以送出來 所以它把這些物聯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 無限的網際網路都已經通了 也就是說我們要實現 我們的人人 亂入皆可通 就是你今天 如果你腦袋想一下 我什麼時候回家 好 我就準備一下 叫我們家呢 我回到家 五點 對不對 那四點 四點五十分就開冷氣 然後 四點 我洗完澡 五點十分 微波爐 十五 所以你每樣東西 然後呢 那個 電冰箱裡面就解凍 那你才能夠換微波爐 所以它 它很多東西就全部都是用物聯網來控制 IoT 最新的 現在就是 因為我們有 IoT 老師很抱歉 這個叫I 這叫Ot 他故意這樣寫 一定是這樣寫 物聯網 萬物皆可聯 物聯網 這是最近 沒有 因為有5G的時代 才有物聯網的時代 5G的時代才有物聯網時代 所以 這個是 最近才出來 所以 他現在在講說我們身體本身也可以做一個transmitter 因為我們身體裡面本來身體裡面就維護了電波 腦 腦波就是電波 他在講這個部分 好 第一個 transmitter 叫做 傳送器 傳輸器 因為他是發出去的 那麼 他的名詞叫 Receiver Iceive 加R就可以了 Receive 就是接受 好 那你也可以用Receptor Receptor 叫做接受器 譬如說 所有昆蟲 他們的觸角 上面都是一個Receptor 他是接收外物 ICPT Or Receptor 叫接受器 所以 昆蟲的眼睛 他們的觸角 都是Receptor 接受器 那我們如果 在我們電器裡面的Receptor 就是這樣 天線那類的東西 叫Receptor 接受器 接收器 叫Receptor 我們的資料傳輸 叫Receiver Transmitter 好 這些都是 那麼這是一個 Portable 可攜帶的 Device 所以 當 任萬物會動的東西 都可以有攜帶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東西在哪裡 其實 現在大家 人人幾乎都不需要擔心 你的手機會丟掉 因為什麼 你的手機本身都有 那個 都有GPS 你只要GPS開著 他其實都 其實一直在 發送訊息 只是這個訊息 有沒有人要 知道而已 好 就是這樣 所以 你也不用擔心 你如果隨時帶手機 只要那個有電 你應該不用擔心你走迷路 或是你被綁架 除非這個人真的很厲害 然後高個級 他綁架之前 先把你的 那個手機給 擊碎 讓他沒有電 有沒有 Close to 就是形容詞 Some part of your body 所以 如果你的身體 其實大家都有在想 在皮膚上面 清晶只是一個 發射器 那麼 你的很多訊息 就可以直接 就是這樣傳送 好 這就是在講未來的事情 Data will be sent over 你看 這叫over 透過一個電磁場 我們叫電場 Electric field 叫做電場 電場就是磁場 帶電的場地 叫做電場 電場就是磁場 所以 我們這邊寫 磁鐵叫做 Magnet 叫做磁鐵 Magnetic M-A-G 你們不要誤會 這個東西 完全是 就是 M-A-G就是大 N-A-G就是網 大的網 你們看一個東西 只要帶電 或者帶磁 它就是會有一個網 就是磁場 就是網 所以 Magnetic 叫做IC 這叫磁場 磁的 這叫磁鐵 Magnet 這叫磁的 磁鐵的 就是 我們有磁力跟電力 電跟磁現在已經都會傳輸 你們都知道了 電工體 電跟磁已經 我們現在台灣 我們的科學家們 已經可以互 因為 我現在都已經 手機都是用 電磁 因為 把磁跟電 互相傳輸 它是能量的一種 所以如果你念科學 你應該都會很熟悉 如果你不是念科學 這個也是 基本常識而已 所以 這樣的網路 可以掌握住 Possesses 各位同學 它是Possess 加上ESS Possess 這是Pose 它本來就是有 Pose 你的姿態上面 就是擁有 所以這個叫擁有 Possess 叫擁有 擁有以下的優點 首先 它可以取代這些 Cable Cable 叫做 染線 染線 就是 那個 初出的在傳輸 電傳資料的線 叫Cable 所以我們的有線電視 叫Cable TV 那我們的網路呢 其實都是通過Cable 無線呢 現在只能發展到 現在無線的速率大概發展到 200MB per second 就已經很 很厲害了 但是我們的 有線呢 可以傳輸到 5個T 就是它的 250倍 所以 還差去很大啦 無線的網路 5G還沒有辦法 5G是號稱可以到1T啦 對不對 但是呢 有線呢 還是可以傳輸到 老實說 200T 就幾百T啦 所以 這是 世代 T 就是Tillion 我們剛剛講 Billion是9個0 那Tillion就是12個0 它每一次都用3個 來 倍增 Interception 就是 攔截 在中間去接收 所以這個字叫接收 Interception 但是 它其實是有攔截 攔截資訊 所以此外 你都不用擔心到 資訊被攔截 攔截 攔 攔起來的攔 攔截 就是攔截 你們知道嗎 飛機 中共的飛機起來 我們就要起去 Intercept Intercept 就是要去攔截 在中間去接它 為什麼 你是要來幹嘛 對不對 Interception Interception 就是 你一起來在中間的時候 就接它 Information 就是攔截 你不用擔心 你送去的老婆 被中間接收去了 叫Internet Exception 所以它跟接收有關 只是在中間 The reason C 就是在於 那理由 就是在於 我們說這個叫在於 對不對 理由在 一日之聚在一層 層最重要 理由最重要的 你就這樣講 就是這個事實 就是 這種 Transmit的名詞 叫Transmission 所以我們再 我們再說一次喔 很多的字有 TRON跟SILN TRON強調時間 SILN傳到觀念 所以這種傳輸的觀念 是透過身體的網路 它必須要是在 20公分之內 也就是說 人跟人 20公分之內的 部分 這些資訊 訊息傳達 Data才能傳輸 如果你超過太久 如果一個人 陌生人 離你很近 你願意嗎 你不願意 你那麼近 20公分 我們一般人跟人的距離 通常都是保持在 80到100 那個各個調查 全世界各國人 他們的所謂的人跟人之餘 最活潑的就是 蘇俄人 蘇俄人看到人就想抱你 最活潑的是 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也是 他們講話又很近 為什麼 因為風沙大 風沙大 他們又蓋口罩 所以他們最近的是他 最遠的是美國人跟英國人 比較遠的是美國跟英國人 因為美國人他們 就是 人跟人之餘 我們台灣是界中間 大概在 80到100公分 就是所謂的 一隻手的距離 你看是不是這樣 大家的講話都在一隻手 的左右的距離 然後再 這個都是都有 很多人在做研究的 不是只有我會 只是我大惡真的花很多時間在讀這些東西 再 就是離你的身體 就算是其他人 企圖 attempt 是企圖 想要 pick up pick up 是時期 去接收 pick up pick up 接起來 我去接你上學 pick up you pick you up at school pick you up pick somebody up 去機場接你 pick up pick up 這裡要接收 那個訊息 Stand from you 從你送出訊息 他們必須要非常 get close to you and you will be get alerted 這個警覺 Alert A-L-E-R-T 所以各位同學 他的背法是這樣 A-L 你整個人 都會變 E-R-T E-R-T是什麼 非常的 不舒服 E-R-T 好就是 你緊繃 E-R-T E-R-T 他是形容詞 當動詞也可以 形容詞動詞都有 Alert 所以這是 Get alert 有沒有 所以你看 這個Get 才能接形容詞 那這個是什麼 被 有一個 Get alert 被警告到 因為他太近太近了 你這個人會警覺到 所以他可以當動詞 Alert somebody 是警告你 知道嗎 Alert 是幾乎動詞 你會變成 被警告的感覺 最重要的事情 未來的身體 的Network 他提供 Servous 就是 提供作為 服務作為 所以這個也要提供作為 一種 溝通的工具 A means 各種東西 你學到工具之後 就要學會 他前面 他是加S 可是他可以加2 一種工具 A means 所以我們就說 未責目的 未達目的 不責得亂 A mean 你每一次 未責 未達目的 不責得亂 A means to an end 這個叫做成語 老師沒有騙你們 我們真的背了100個 為了那場大學年考試 我們都背了200個 我們可以 很毫無的就是 完全的去 把它背起來 熟背起來 其實是很苦的 因為什麼 老師都不 不幫我們解釋 所以這個叫 未達目的 不責手段 A means to an end 你每次為了達到一個目的 你就會找到一個方法 找到一個工具 去為達目的 不責的手段 A means to an end 好 所以在這裡 再來就是說第五個 就是 In this way 這樣一來 In that way 那樣一來 In this way 通常是剛剛才講過 就是In this way 如果是前面 前面講的 中間轉換的 就In that way You may well 你大可以 May well 這個文法講過 大可以 我採取了下一本書 我除了用句型之外 我可能就是 再加上是文法的 翻譯 翻譯 就是我們再練習一下 讓你再次去感受到 文法的美麗 文法的重要性 Send email by controlling your nervous system 這個字就比較緊張 叫做神經的 Nerv 叫做神經系統 Nervous 神經的 他除了講緊張的 之外 他也叫做神經系統 是不是很神奇啊 Amazing 好 我們大概介紹到這裡 就是 主要就是讓各位同學 這一段呢 我們還是要完成了嘛 只是我老師就不多 解釋了 因為它是一個很新的資訊 所以很值得 各位同學 試試看 接下來就是換 換Iris念 然後請Kalin幫我們畫一下 Kalin把你全身的解釋 你想為什麼 你想畫 其實你畫的東西 讓我知道 你懂的哪些重點 也很重要 就是讓 讓我知道 我只能到這裡 請諒解 我只能這樣 嗚嗚 好沒有關係 對不起 好 好 那只能到這裡 這樣試試看 錄起來 問了我們那個 可愛的Gina 大家都很努力 我知道 那我們就是到這裡 畫我這個 那你要換一下顏色 首先要換一下 我先 替你換一下 就是 你用什麼顏色 自己 自己選 好 藍色 請 我答案還沒有講 BCBCD 來這邊寫 B B是Approved 同意 C C 掃除 BCBCD 所以 B 那個 小聲音是B喔 D80 應該是B喔 BC 我是Transmitting BCBCD 你直接劃掉 你也可以改成V 你也可以改成V 困難嗎 好可以 那要把D劃掉 你會寫V 好 C V是Transmitting 這是動詞變化 在C 是 Incapable D BCBCD D是Advantage 優勢 長處 就是 利害 利益 Advantage VC VC D VC VC D Good 好 第九節C 是Incapable 無能力的 Capable 是有能力的 各位同學我們都教過 Cap是 帽子 有戴帽子 通常就是 領導 然後在D 是Advantage 優勢 長處 利 也是 利用 優勢 長處 好吧 我們請同學來試試看 我到底應該從哪裡開始 他中間有個體 好 OK 就這樣 原來的 21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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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6 7 6 6 4 6 7 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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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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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site in the hope of Malaria 正確 沒問題 Wipping out Disease by a genetic modification Malaria Parasite is carried by the female Anothel mosquito When transmitting to a human The parasite travels first to the liver And then onto the bloodstream Where it destroys the bloodstream To peel where the scientists are Hodified in mosquitoes So that it releases toxic compounds Making the mosquito incapable of infecting humans with Malaria Despite this, scientists are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giving the modified mosquitoes a competition 感覺好像忘了開 難怪他就唸得很拼命 好,再試試看 Multify a bacterium in mosquitoes so that So that they could eventually replace the wild population If some of the parasites that source the manchester Then the next generation will likely become resistant to it If that happens, the scientists are back when they started 好,謝謝 我突然又忘記我們在錄影 其實錄影只錄這個螢幕 所以我們在錄影幕 抱歉,你也看不到 Anyway,老師已經盡力了兩個麥克風 已經可以做了 所以請諒解 老師究竟要處理很多 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把這個同學畫了一下 我唸給你聽 然後畫一次 第二 第二是從這裡 從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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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estimate 250 million people estimate 估計 suffer from 受到什麼之苦 malaria 叫做瘧疾 所以這個字 瘧疾 瘧疾 瘧疾是不是一種會讓你上吐下泄 然後發冷發熱的叫瘧疾 對不對 這是你們基礎應該知道的 malaria 這個字一定要會 malaria 它不會再考這個字啦 但是它會提到這些字 Each year About one million die 約有一百萬人死 每年呢 到現在為止 能來兩千五百萬的人 受到瘧疾 就是被那個瘧疾 瘧疾 所以瘧疾瘧 就是等一下就會讀到 anaphy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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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叫做瘧疾瘟 瘧疾瘧疾瘟 瘧疾瘧疾瘟 它是特殊的名詞 所以你不用學它 你只要知道 這個字就是這種 文字 mosquito 所以你至少要知道 mosquito 好 所以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currently no effective or b呢 是 或者是 那個ypin b 第六是 or approve 被准許的 被准許的藥物 the approved malarian vaccine 沒有疫苗 vaccine 這個字 你已經學到 你們一定會考到疫苗 因為剛好 到你們的時候 vaccine 所以 注射疫苗叫vaccination 就是vaccinate 加at vaccinate 去掉一加at 就是變成動詞 atrn vaccination 所以疫苗是不是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用Tiom 對不對 好 所以 now scientists are trying to engineer engineer 叫做 基因工程 engineer 是不是叫改變 工程的目的叫改變 這個mosquito to kill malarial parasites 好 所以 它的原因是 這個 這個蚊子裡面含的 瘧疾原蟲 那瘧疾原蟲 是一個什麼 parasite 我們問一下獨自然主的 的Kelly 那個 猿蟲是一種什麼 瘧疾原蟲 知道吧 好 對不起 我是害你 害你尷尬 叫做 寄生蟲 沒有 我沒有 我其實沒有 我就是說 parasite 那這個字怎麼背 很簡單 我們英文呢 首先你要知道 para這個字 叫做平行 那side 在同一個地方跟你一起住 是不是 跟你住在一起的叫做 寄生蟲 所以 瘧疾原蟲 是一種 就是它是一個 細胞 基本的形式 然後它可以在蚊子的 肚子裡面的活 因為蚊子都吸人血嘛 好 parasite 叫寄生蟲 in the hope of 希望能夠去 wipe out disease 這個是bier 就是through 所以我們有時候 穿過 經過 叫做through 這個字有時候 也可以叫做through 就是你穿過 經過 這個bier 就是經過 透過 bier 就是拉丁文 也是拉丁文 b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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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就會唸bier 你就唸bier 透過這個 genetic 基因的這個 改變 所以它要透過基因改變 bier 那個蚊子呢 變成是 沒有辦法 就是在蚊子裡面 可以產生一種 讓孽孽季原蟲住不下去 the malaria parasite is carried by female and not enough 就是 瘧疾的蚱蟻 瘧疾的蚊子 when 什麼 第八 when transmitting 所以這叫分詞構句 當 transmitted A嗎 但是 我看一下 when transmitted 第八 是b transmitting 便當運送到 所以它後面的主詞 必須是parasite 這個 它傳送到 when transmitting 傳送到這個 人類的時候 那個巨生蟲就會 履行first to the liver 當蚊子 傳送它到 這裡的時候 這個虐蟲就會履行到 你的肝臟叫liver 然後 再到你的血管 血液 所以血流 叫做bloodstream 血液叫血流 就是血液 就是血管 bloodstream 就是你的血 血流裡面 應該叫血流 在那裡呢 it destroy 它會破壞到 紅色的 紅血球 red blood cell to kill malaria scientists are multifying a bacteria 它正在改造基因 一種細菌 好 各位同學 我們學的是bacteria 是負數 um是單數 in mosquito so that it release 它會釋放出有毒的 toxic toxic 有毒的 kampan化合物 kampan化合物 這個字我其實都學過了 使得mosquito 變成不適合 不能夠 in fact 感染人類 with malaria 就是說 它可能要去透過基因改造 使這個蚊子 它沒有辦法去 把那個孽疾原蟲傳送到 它可以繼續吸血 但是它不會把孽疾原蟲 你們知道 你們有看到 這個蚊子 它的口氣 是有七根管子的 很細的管子的 已經接近奈米了 蚊子就有奈米 七根管子 它七根管子都有它的功能 一個蚊子的口氣 是有七根管子的 好 所以你們就知道 就是說 它一方面要 好 再 儘管這樣的話 despite this scientists are faced with 好 各位同學 be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giving the modified mosquito a competitive 就是advantage 競爭的優勢 就是它必須要 數量大於虐蚊 它的繁殖能力 它的競爭能力 所以給它一個 give in 給這種蚊子 改造的蚊子 一種具有優勢 競爭優勢 叫做comparative advantage 這個是一個 經濟學上的 的專有名詞叫comparative advantage 競爭優勢 這個 這個理論呢 是在 30年前 一個哈佛大學的商學院的有名教授 叫做 反正他的字尾叫做 Michael Bolter Michael Bolter 他提出了國家的競爭優勢 這個字就變成全世界的英語語語言 共同語言 競爭優勢 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競爭優勢 你所需要就是找到你的競爭優勢 so that they can eventually replace 取代野生的族群 野生的虐蚊 野生的虐蚊 所以它產生一個 改造基因的虐蚊 來去取代野生虐蚊 If some parasites sleep through 如果有一些 這個 寄生蟲 這個叫寄生蟲 就是 瘧疾原蟲 它流過這個機制 the next generation will likely be resistant to it 所以 很多的那個埃及的班文 就不會 裡面就沒有不適合瘧疾原蟲來養 如果這樣發生的話 醫生就可以回到他們開始的機會 只要找到一隻蚊子 有優勢蚊子 能夠讓瘧疾原蟲 不能住下去 那瘧疾可能就會消失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讀到這裡 意思就是說 我們禮拜三、禮拜五 這個可能會複習 但是禮拜三就是第三回 禮拜五、禮拜六就是第四回 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呢 已經到了 課漏的 我們今天是講到第十三 好 我們去預習 謝謝各位同學 到第十三回 好 這個是第118 好 到 122 118 到122 然後我們下次呢 應該就會從 第三回 就是123 到125 所以我們今天是118 到122 那下次呢 就會從123 到125 好 那因為我想要開始做結束的 所以我們的聽力呢 就是還會先讓各位同學習慣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達到我們的另外一個目標 就可以接下我們另外的目標 好 今天呢 就上到這裡的主 謝謝同學的努力 你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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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